大家去想想 吴征是一個美國護照、美國公民 作為一個中國的老牌特務 控制著國家的核心機密 了解習主席的一切 了解黨中央的一切 了解孟建柱、李衛東、李東、安全部的一切 和正保一局的一切 你們覺得這國家安全嗎?正常嗎? 所以大家看到了這個以後 聽到這個以後 大家想想袁保錦的死和袁保錦的錢 包括趙本山被邊控 趙本山知道太多了 隨時會被滅掉 孫立軍曾經下過話 還有孟建柱 絕不能讓趙本山活過十九大 大家看吧 所以他被邊控了幾年 隨時希望他心臟病、腦血管病 讓他突然死亡 所以趙本山先生一定要注意好安全 王敏必死 劉洪也懸惑 劉樂國肯定不會得好死 因為他撈太多錢了 家人的事情現在社會上都知道 他的情人大家都知道 那這位王芳女士 現在在我爆料之後也危險了 這個周小平這個肮脏的傢伙 是中國文化界、新聞界、娛樂界、媒體界的災難 這個綠帽子戴大了 能享受在綠帽子之中 在綠帽子上面跳舞 在綠帽子上面 能拿出自己的精彩的人 非周小平莫屬 我佩服他了 這樣人談愛國代表青年人 是對中國90後、80後、2000後 奇齒大辱 江西的楊雅萍先生 還有蘇小琴女士 還有我接了爆的孟氏王國 還有他暗虛殺人的一個個 一個江西的朋友說 你覺得孟能殺多少人 我說你說呢 他說 自從他給我殺人 讓我殺人那一刻 我就看到孟建柱眼裡邊 完全沒有殺人的任何概念 這就像一個屠夫 殺東西殺多了 完全沒有血腥的恐懼 也沒有對生命的憐憫 更沒有對佛教所教的 因因果報應的害怕和擔心 他心中只有一個殺 黨國者殺 他不相信輪迴 不相信英國 更不相信中國這個權利 有人敢挑戰他 所以他是萬倍的周永康 周永康曾經下手太晚了 這些事情周永康全都知道 我說這事情 在周永康被抓之前 發生的事情周永康全知道 但是他抱著極大的幻想 認為黨和國家中央會給他機會 周永康再一次 我在旁邊場上 跟一位老領導見周永康 我不是直接的問周永康 說這個夢要弄你 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周永康大笑 說你知道我當年在野金部的時候 就是那個那個那個 管土地資源的時候 我送給江澤民和老常委 新常委政治軍人 一車一車的高含量的那個 那個金屬 含金石 哪家沒有十幾車呀 他們哪家沒幾條命案呢 他們換那肝換那身頭哪來的 不都是殺的新疆人嗎 不都是抓的那些年輕人嗎 那武警部隊裡邊那麼多人 可以換血給他們家裡邊養著他們 殺我周永康 就是過來試試 我讓他們都先死 結果這個人後來就出賣了周永康 把這話告訴了江家所有的老常委 無關正還就這問題還想去找周永康核實 但是他們都沒機會了 周永康當時就已經被軟禁等一 這些都不是小說 這些也不是謠言 這些靠新疆年輕人 靠社會上年輕人 所謂的死刑犯 還有靠年輕軍人的鮮血 養活的一個個人 行屍走肉 控制著萬萬億美元的資產 讓你不出國 控制你不出國的這些盜國賊們 把自己的私生子女家人 都送到了美國海外歐洲 非洲他也不去 然後把所有的支持者 全部殺人滅口 然後把所有的中國的權力牢牢控制在一起 用軍隊的槍 刀把子攻檢法 以及政法委 還有宣傳機構 網絡控制 14億人民連豬狗都不如 我說孟建柱是中國的 當年俄羅斯的貝利亞 那是謙虛了 王岐然是趙高 我謙虛了 北京公安局類似江良棟 孫迪這些人 對中國老百姓的禍害 每秒鐘都在發生的 中國人的沉默 是我們真正的悲哀 中國人對這種整個這種殺戀 這種無法無天的冷漠 是我們這一個個悲劇發生的根本原因 這些事情發生在任何國家 都不可能這麼長時間和持續的發生 和長期的存在 而且還被灌上了英雄的讚歌和中國夢 一個小小的女孩子 一個楊嵐一個主持人 一個個的李思思 一個個的董青 這些女人 這些女妖啊 還是女受害者啊 中國出了那麼多打擊嗎 還是有這麼多咒王呢 大秦帝國有句話 滿帝是妖 是朝廷有問題 朝廷有問題 贏錢當時告訴他弟弟 說這個 你說這麼多壞人 那都是他們的事嗎 那是 咱們朝廷出了問題 所以 現在是整個中央 整個最高層 和體制出了大問題 讓遍地是妖 遍地是魔 所以 王岐山叫做閻王儀 所以孟建柱說什麼 二閻王儀 孫立軍是三閻王儀 傅政華是四閻王儀 江梁東號稱五閻王儀 那是